失戀长达27天空军飞官潘颖珍终于回家了 直到日子以来搜寻的行动其实都没有停过 军方每天早上还会到男人渔港附近的万应宫庙 祈求神明保佑 而潘颖珍的妻子在找到先生的前一天 还曾经向玄天上帝寻求帮忙 她说先生曾经托墨给同袍指出遗体的利点 白色外套前程祈求玄天上帝帮忙尽快找到先生 他是飞官潘颖珍爱妻 飞官潘颖珍上个月22号失联 同袍家属除了从梦境中找出寻人线索 太太跟带着先生的衣服来到宫庙寻求帮忙 就那么巧潘颖珍妻子才来宫庙 隔天就传出在男人渔港岸边找到潘颖珍的遗体 而巡货地点附近的万应宫庙 当地民众说这27天军方天天来这报道 跟没有放弃的那样 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放弃 真的也是那种来 每天都有人找到 每天就来 每天 每天都每天都来 自从F51战机逝世后 搜寻飞官潘颖珍的行动就不曾停过 连日军方家属各自努力 现在黄天不负苦心人 也不免让人感觉冥冥之中 神明出手帮忙潘颖珍回家 切者李明党 胡邦松 SEL组 综合播放